各位同学大家好 又来到我们统计课的时间了 那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单元呢 称为抽样分配简介 Introduction to sampling distribution 那这个部分呢 观念的建立有点要花一点时间 我们来看看 到底什么是抽样分配呢 对不对 其实抽样分配就是指那个 样本统计量的几率分配 那还是不懂 那样本统计量的话 就是我们的样本的函数 那什么是样本呢 样本就是我们从母体抽出来 对不对 抽出来n个那个 抽出来一组样本 我们用x1到xn代表这个样本 那它的统计量的话 就是这个样本的函数 就是x1到xn的函数 所以比如说呢 我们的样本平均数x bar 有没有 样本平均数x bar就是样本的函数啊 然后样本比例 样本比例我们叫p hat 那不管是样本平均数或样本比例呢 都是属于样本统计量 那这个样本统计量的几率分配 我们就叫做抽样分配 那为什么叫做抽样分配呢 待会我们会介绍 因为它的这个几率分配呢 是经由抽样的程序 所产生的分配 就称为抽样分配 那待会我有个图 大家就可以了解 怎么样产生这个抽样分配 那现在我们先记得 抽样分配就是指样本统计量的几率分配 那从母体抽出一组随机样本 我们用x大写的x1到xn代表 那现在抽出来嘛 我们还没有去观察 还没有观察之前呢 这x1到xn本身呢 都还是随机变数 然后呢 我们把样本平均数x bar算出来 有没有 这个x bar就是x1到xn的函数 那因为x1到xn是随机变数 所以现在x bar呢 也是随机变数 那既然是随机变数呢 它也有几率分配 好 另外那个样本比例p hat 样本比例p hat也是一样 它是x1到xn的函数 那x1到xn是随机变数嘛 所以它本身p hat也是随机变数 也有几率分配 好 那下面我们就来介绍 抽样分配的概念 刚刚我有讲啊 抽样分配是经过抽样的程序 所产生的分配 好 好那我们先看左边这个 左边这个图 好 左边这个图就是我们的随机变数x 好一般我们就说x population 那里面这个 这个x这个箱子里面有很多蓝色的球 好那每一个蓝色球就代表是x的可能 所有可能的值 对不对 比如说x可能等于x代表女生的身高 对不对 那里面这个球呢就是 好 可能是160 可能是162 可能165 可能就158 好 就是那些可能的身高 对不对 那这个身高 好 也就是x呢 它是不是有个几率分配 好 它的几率分配我们用fx来表示 那另外呢 这些 好 这个x这些 这些身高 女生的身高 它们是有个平均身高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平均数 好 就是x有个平均数 叫做μx 这个有没有 这个随机变数有个平均数 我们叫μx 那这些身高呢 也是会有变异数啊 我们叫做sigma平方x 好 那这是原来的x population 好 那下面呢 那我们从这个母体里 x母体里面 我们就随机抽出n个 好 作为样本 那抽出来这个 假设我们抽出来n个女生 那她们的身高呢 就用 第一个女生的身高就x1 第二个就x2 一直到 第n个女生身高xn 好 那我们是采用抽出头反式 好 抽出来放回去 再抽一个 再抽一个 好 得到n个以后呢 我们还没有看 还没有看她身高是多少 那抽出来这n个女生的身高呢 我们就把她的平均身高算出来 好 平均身高我们叫做x bar 那算出来以后呢 我们把她放到 好 放到这个右边这个 这个x bar的这个箱子里面 就这个 第一次抽样 她们的平均身高 就第一个球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把这n个女生放回去 另外又抽了n个女生 又得到一个平均身高 再把她放到这个 右边这个箱子里 就是第二颗球 对不对 然后再放回去 又再抽n个人 又得到第三个球 好 那就一直放回去 再抽样 一直放回去 再抽样 一直算出很多很多x bar 把她放在这个 右边这个箱子里面 我们就产生了什么 产生了这个x bar population 也就是随机变数x bar 好 那这个x bar呢 她的这个每一个球 就代表所有可能x bar的值 好 那一样啊 这个 所以这个x bar 是经由x 这样一直抽样 所产生的嘛 所以这是什么 好 所以我们就叫抽样分配 所以这个x bar 她也有个几率分配 她的几率分配 就是抽样分配 然后这个箱子 是不是也是 这些球 是不是也有平均数 好 那平均数我们就用μx bar 来代表 好 那问题是μx bar 会等于多少呢 对不对 然后呢 那这个右边这个箱子呢 也会有个变异数 变异数我们叫 sigma平方x bar 那一样 sigma平方x bar 会等于多少呢 好 那另外这个黄色这个 黄色这个球的这个箱子 它的这个几率分配 是什么分配呢 好 这些呢 就是我们想要探讨的 好 那另外 好 同理 好 我们也可以产生什么 产生这个pH 样本比例的抽样分配 好 那就一样 好 我们现在就是 这些人就是抽烟 在这个母体里面 这些球是抽烟 不抽烟 如果抽烟的话 球就是1 1号球 然后不抽烟 就是0号球 好 那我们就抽出n个人 对不对 抽出n个人 我们把他的抽烟的比例 算出来 把他放到这个红色的这个 红色这个球的箱子里面 要得到第一个样本比例 然后放回去 又另外抽了n个人 又得到一个样本比例 对不对 然后再放回去 又抽了n个人 又得到样本比例 好 那一样就经由这个 不断的抽样的程序 产生了各种可能的 样本比例 pHat 然后把它放到这个箱子里面 好 那我们就产生了 pHat Population 也就是随机变数pHat 对不对 那一样啊 我们就想要知道呢 这个pHat Population 它的几率分配 或者它的抽样分配 是什么分配 另外呢 这些红色的这个球 它的平均数 μpHat 等于多少 好 另外我们还想知道呢 这些红色的球 它的变异数 好 sigma sigma平方pHat 会等于多少 好 那这些呢 就是在抽样分配 我们想要学习的 我们想要知道 样本统计量 X bar 或者是样本比例 pHat 好 它的那个几率分配 跟它的平均数 跟变异数 会等于多少 好 那为什么要学 这个抽样分配 问题就来了 对不对 好 感觉有点复杂 为什么要学 抽样分配呢 主要有下面一些用途 好 第一个 抽样分配的用途就是 它可以用来 帮助我们回答 有关样本统计量的 一些几率问题 好 可以回答一些几率问题 比如说什么 我从母体抽出50个人 这 请问你这50个人 平均年龄 介于40到50岁之间的 几率是多少 是要问几率 对不对 对不对 那你要算几率 是不是要制造分配 好 所以 他们的平均年龄 就叫X bar 是不是样本平均 好 我要算X bar 大于等于40 小于50的这个几率 好 那要算几率的话 要制造分配啊 好 这个就是抽样分配的用途 然后另外一个例题 我们从母体抽出100个人 那 我们要算这100个人 有抽样的比例 是介于0.35到0.44之间的几率 好 我要求P hat 大于等于0.35 小于0.44的几率 那我要算几率 我是不是要先知道 它的P hat的分配 好 才能算几率 好 所以我们学抽样分配的 第一个目的 就是要回答 有关样本统计量的 一些几率问题 好 那第二个用途 第二个目的呢 就是作为统计推论的理论基础 好 那统计推论的话呢 分成 好 两大领域 一个就是信赖区间 一个是假设检定 好 那这个我们在那个 后面单元会再介绍 那 不管你在算信赖区间 或是做假设检定的话 我们会用到这个 好 那个 抽样分配 好 所以是作为 未来统计推论的理论基础 好 那 通常我们讲这个 抽样分配 某个统计量的抽样分配呢 好 我们刚刚说呢 我们是有兴趣知道 什么 它的这个分配的 几率密度函数 几率函数 好 就是 某个统计量的 抽样分配的话 我们是要想要知道 它的什么 几率函数 还要想要知道 这个统计量的 平均数 跟变异数 好 比如说 你的统计量是 样本平均数 X bar 所以我们要知道 X bar的几率分配 是什么分配 还要知道 X bar的平均数 μX bar 等于多少 X bar的变异数 σ平方 X bar 等于多少 好 那如果你有兴趣的是 那个统计量是 样本比例 p hat 那我们就想要知道 它的 p hat的几率分配啊 还有p hat的平均数 μp hat 跟p hat的变异数 sigma平方 p hat等于多少 那这个是 对于那个超样分配 我们想要 好 我们有兴趣 所知道的 好 那我们 这个单元 上到这边 我们有兴趣的 我们有兴趣的 我们有兴趣的